欢迎来到脱口秀大会第五季本场是半决赛冲刺赛 有请开场嘉宾刘振云 今天李淡老师穿这个衣服很有意思 像齐毛驴的库尔班大叔 李淡老师呢 让我到这来 只让我说个笑话 李淡老师是我的前辈 我穷小是看李淡老师的脱口秀长大的 但是我口齿特别的笨 特别的不会说话 但是呢 李淡老师跟我说 我们可以给你写一个稿子 你来背 这个稿子呢 写得特别好 有好几个地方呢 我都笑插了气 但是刚才我上场的时候呢 全忘了 所以今天 李淡老师啊 我就不说笑话了 我说个严肃的事情 哲学 我最喜欢哲学的 我从小呢 是在河南一个特别小的村庄里长大的 在我们村里 最有见识的人呢 是我舅 他是个赶马车的 他不但去过县城 还去过新乡 新乡 新乡是个大城市 在我快成年的时候 他跟我有一个 路边的对话 他说你知道自己多大了吗 我说快成年了 考虑过你的终身大事吗 终身大事都是娶媳妇 我说舅 我都快成年了 如果我还不考虑 我不是有病吗 他说 你觉得你聪明吗 我说 就我在事事求是 我不聪明 那你觉得你笨吗 我说你看 你问一句 我也能答一句 也不笨 他说世界上就怕你这种人 聪明的人 一辈子能过得很好 笨的人 一辈子也能过得很好 像你这种既不聪明 又不笨的人 处于不上不下 你一个不上不下的人 你觉得自己能解决 自己的终身大事吗 我说那也得事事求是 够强 他说你靠自己不行 那你靠谁呢 我说舅 我只能靠你了 他说 我是一个赶马车的 你把任务压到我身上 我也是压力山大 我说那怎么办呢 只条明路 他说离开这个地方 这是哲学啊 我说我要离开家 我会想家 离开家乡会有乡愁啊 他说你待在乡里 每天发愁 听我舅的话 我就去当兵了 我当兵那天 第一次去了新乡 第一次见到了火车 在火车喷出的烟雾中 下来成百上千的人 又上去成百上千的人 村里的人我都认识 熟悉我 也也已感觉 但是震撼国 带来的震撼性 原来世界还这么大 我们村之外 还有这么多的人 我哭了 带兵的排长啊 就说小刘 你是不是想家了 我无法向台长解释 他们是谁 他们从哪来到哪去 这个哲学问题 我只能说 排长 当兵能吃白魔 我怎么会想家呢 转眼 十几年过去 阴差阳错 我成为一个作者 这个时候 第二个哲学家 指导了我的创作 他就是我妈 我妈不识字 我妈她妈呢 是更不识字 到我这儿呢 开始以文字为生 传承的链条 非常脆弱呀 我妈年轻的时候呢 在镇上供销市 卖过酱油 卖酱油之余 为了学文化 他就去书店 找一本书 书店里的书很多 他伸手抓起来的 就是鲁迅的书 我妈文化不高 但学文化的 起点不低 当他知道 我跟鲁迅 是同一个行业的时候 他就问我 鲁迅 在你们这个行业 算是大个儿的吗 大个儿的就是 这个天花板 我说 是的 许多人 奉他为导师 他说 那如果是这样 那你们写作 太容易了 我说 词画怎讲呢 母亲 他说你看 鲁迅的书 我读过 他的文章 是这么写的 后院 有两棵树 一棵是枣树 另一棵也是枣树 你们的文化水平 跟我妈都差不多了 我妈说 如果是这样的话 亏我不识字 我要识字 我也能写 共销社后院 有两口钢 一钢是酱油 另一钢也是酱油 前几年 有一个美国的流行歌手 就是 跟这个大张卫老师 还有这汪老师的话 你们是同行 包括Dylan 得了诺贝尔文学奖 他得的不是 格莱梅音乐奖 是文学奖 我妈知道之后呢 就问我 为什么得奖的是人家 而不是你 我说妈 不好掌控 这得问评委 我妈说 你也有责任 我说妈 我有什么责任呢 你当初入行入错了 你不该写作 你应该去唱歌 这个 唱歌呢 目前是来不及了 所以我就来了 脱口秀大会 来脱口秀大会呢 还有一个好处 可以喝 经典有机奶 经典 好 谢谢大家 我是刘靳云 老师好 欢迎大老师 掌声再次送给 刘老师 请坐 请坐 老师你好 老师好 老师好 我们也再次欢迎 大老师 苏光哥哥 谢谢 请坐 真的是我们写的稿子 一点都不想用 多好啊 来这么一段艺术人生 让我们感觉了很多 稿子写得太好了 这个我下次再用 太好了 那刘老师就是答应了 下次再来玩 好吧 下次再来玩 下回诺贝尔评讲 是得奖感言 就是那个稿 但是确实 刘老师自己的这一段 充满哲学思考的 严肃的脱口秀演讲 还是很引人深思的 对对 那具体引发了什么深思呢 请苏光哥哥来说一说 救救我 把我们脱口秀大会 带到了一个 更高的一个高度上 对 多高呢 天花板那么高 对对对 不过刚才这个刘老师说 Bob Dylan 就是他歌词确实写得非常好 那是 大张伟老师 就是我心中中国的Bob Dylan 你要这么说 真的我就认了 快吧 我跟Bob Dylan 就是如果Bob Dylan 其实就是说 写得比我好 长得比我帅 人又不错 其实别的就一模一样 我起立为你鼓一次唱 太厉害了 太厉害了 不用 虽然可能 现场的观众朋友们 笑声没有特别的大 但是 我听得很开心 刘老师拍得也很早 这个 我没站起来 但是我可以坐着说 这个不错 谢谢刘老师 我看过那个小佳 在前几期的 就是一些脱口秀 我觉得这个脱口秀 比上几期说的还好 谢谢 他这个脱口秀的幽默 已经上升到人物关系 他就说的是 父和子之间的关系嘛 一开始的话 这个父亲的话呢 就是 他童年的时候老奏 就是一直到他 父亲去世 这个时候的话呢 就是我是在哪拍的灯呢 就是说你问那个李诞 什么时候他会死 然后 他就是醉生梦死 这也是真实的答案 这个呢就是 他是夫与子的关系的话 突然出现了一个 另外的一个一笔 就是这个显笔是 还是非常有水平的 还有一笔也特别好 父亲去世两个月 两个月之前 这个柚子还没长成 但是的话呢 他去世之后两个月 你在这个 接到这个柚子的时候 这个心情 我觉得 这人物关系真是不错 能上升到人物关系的话呢 我觉得 已经达到 一定的水平了 非常好 谢谢张老师 谢谢老师 小佳 你自己讲之前 有没有担心过这篇稿子的效果 我其实这一轮准备了两篇稿子 然后有一篇相对来说 会比较像观察的 然后这一篇是比较死亡的 就是讲死亡的 然后我全部横了一下 我觉得如果这一轮有可能淘汰的话 那不如就讲死亡这一篇 我觉得这个可能是一个 更作品化的东西 当然 而且我觉得就是 可能在这个舞台 或者说在我们国内 可能很少人会 直接地去谈起死亡这件事情 我觉得大家是有些害怕 或者说有些不敢 那如果我在这个舞台上讲 那它就变得会有意义 我觉得就是 而且我们经常对死亡 陷入一个自我的悲伤 你也没问问那些人 真正的感受 对吧 也许他们很开心啊 我觉得小家这个担心的话呢 我觉得没必要 这个一个的话呢 当然你要是喜剧也好 脱口秀也好 那当然大家笑了就是笑了 挺好 还有的话笑背后的话 少有些感动 它肯定比光笑的话呢 质量要高 对 因为它有很多特别疗愈的地方 是让你真的松了口气 因为刚才我听着 特别动容的地方 就是在于 因为一说爸爸这个 因为我爸这也是那个 就是他身体特别不好嘛 我们全家都特别担心 然后开了一个特别大的手术 然后回家一头 然后我们都不知道怎么跟他说这事 然后呢 我妈也特别紧张 她回家之后呢 我还特意不让我妈接 我妈在家做饭 她做饭就做闲了 你知道吧 因为她没辙 然后我一吃闲了 然后我爸一回来 我们也不敢说什么 我爸一吃也闲了 然后我们还说 这闲了怎么办 我爸当时说 再等会儿 我说干嘛 他说因为时间可以冲淡一切 然后你就会 还能开玩笑 就家也就融洽了一点 我觉得小家的今年的出现 包括杨丽上回也讲到了 死亡好多的时候 我觉得其实 大家有点勇敢 我觉得身为一个观众 台下的观众 其实大家都在一块进步 因为 不是他不敢讲 有时候我们都不敢听 他愿意敞开心 是他的痛 还有一个更大的勇气是在于 我们能不能有勇气 接受痛 但是我们现在居然可以这样去做 是不是我们就可以 身为观众 在碰见真的 不知道怎么去面对 这件事情的时候 就也许有一个方式 就能让他能面对了 多一点点的这种幽默 所谓笑看人生死亡 也人生一部分 对吧 所以我觉得 小家 杨丽 能够为我们这么一个 常年的固化的思维 打破一点点东西 我觉得这就是了不起的地方 了不起